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基督十价的爱 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五是受难日 礼拜天是复活节 我想针对这一方面 我们在四福音看到的一些信息 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传递这方面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读几段经文 在马可福音十四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 这次要读三段经文 那我们特别要来读耶稣 他受难的一些经文 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好 十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六 有翻到吗 或是说PPT也有 也可以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说话之间 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地带去 犹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拉比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好 先到这里 那往后 55到64 55 55节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 却寻不着 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 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 又有几个人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 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们就是这样见证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话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好 先到这里 15章1到15节 翻过来 15章 好 后面15章1到15节 我们再来读 请 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长老 文士全工会的人 大家商议 就把耶稣捆绑 也去交给比拉多 比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犹长告诉他许多的事 比拉多又问他说 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人不回答 以至比拉多觉得稀奇 每逢这节旗 巡抚照众人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 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求巡抚 照常例给他们办 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 给你们吗 他原晓得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解来了 只是祭司长挑索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比拉多又说 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二事呢 他们便吉利地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 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编导了 交给人定十字架 好 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祢 我们今天来到祢面前 更多的求祢来打开 我们属灵的眼睛 看见主啊 整个祢的受难过程 诸那个罪恶 在人生命当中的掌权 主啊 求祢 让我们真是 能够更多看见祢的爱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做了何等大翻转的工作 愿主祢向我们每个人心说话 愿祢得着荣耀 将来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一般人对于基督教 最简单 最直接的记号是什么 十字架 教导一定会有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个记号 但是其实在 罗马帝国的时代 十字架是 代表最残酷的什么 刑具 除非你可能是谋杀罪 或是这个奴隶 他在执行的时候 才会挂在木头上 基本上挂在木头上是代表 咒诅的 挂在木头上 因为他是慢慢的 把血都流到光死掉 那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定十字架 所以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耶稣虽然在地上 祂有教导 对不对 祂也做了生命的榜样 祂也医治赶鬼 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很重要 但是呢 没有一件事情是祂使命的中心 祂心里所挂念的 不是说怎么样存活 而是怎么样去舍命 祂这个最终的这个牺牲 你会发现耶稣常讲说 这是 祂的那个时候 有没有讲 时候到了 我来源是为这个时候 他会讲那个时候 就是祂定十字架那个使命 一直在祂心中 祂知道祂来到地上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来的 那这阵子我们读四福音 不管是马可或是路加 你会发现 很特别哦 耶稣最后那几天 就是祂受苦受死 埋葬复活这段 几乎在 如果一本福音书这么长 大概它都会比例淡到很多篇五 你会发现 起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讲一个人的受死 竟然会讲到三分之一 长到四分之一 所以你就知道 非常的重要 那回教最可悲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拒绝十字架 拒绝十字架 他们觉得 可燃经说 救主不需要背负罪恶 那犹太人呢怎么讲 犹太人说 我们已经将 玛利亚的儿子 弥赛亚 除死了 除死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 分辨异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一把钥匙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不好 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这句话很重要 一定要背起来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什么 为主 他是主 他是主 不只是人 他是主 而且心里你要相信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怎么样 复活了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而且神已经叫他死里复活 而且他成为我们的主 他本身也是神 那我们只要相信这件事就必怎么样 得救 这当中有好多真理在里面 你看 第一个 只有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启示 就是说 就是耶稣是我们唯一的解答 后面没有再有别的其他人 先知还有一位还不完全 所以还需要另外一个先知来 也没有 还有一个女先知来 都没有 耶稣就是唯一我们的救主 唯一的解答 而且耶稣 圣父 圣子 圣灵怎么样 三位一体的神 都是神 都是一位神 那耶稣基督是人 有人性 那他也有神性 他为我们的罪死 但是神叫他复活 那最后呢 我们是得救是靠什么 信心 可以得到耶稣的救恩 阿们 我们是凭着信心 不是我们有什么行为 我们只要信 信耶稣做成的 十字架做成的 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 这几点 你可以用这一节经文 你会发现很多异端 其实你只要一问他 他可能都不相信耶稣基督 是最后的启示 也不一定相信十字架 死了就没有了 这样 你懂意思 那也不认为他是主 他不是 他不认为他就是唯一的救主 也不认为他是神 听懂意思吗 一定在某一点上有问题就对了 所以这一节你可以 好好的 更多的去把它 背诵 好 那我们提到说 我们说到耶稣定十字架 为什么他会死 如果你看刚才 谈了这个 十四章十五章 如果在犹太法庭里面 他的罪名是什么 是神约性 他就亵渎神 他说 你是至高者的儿子 是吗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 基督是吗 他说是 我就是 哦 他说不用再神了 他亵渎 他说他就是神 你懂意思吗 所以 这个太 对犹太的记事长来讲 那真是太亵渎了 但是在罗马法庭中 就是比拉多那边 你知道他的定的罪名是 政治性的 他是 叛逆 意思是说 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王 是吗 你懂意思吗 他们都告你是犹太人王 那如果你是犹太人王 我们现在是巡抚在管 罗马帝国在管 你说你是王 那你是要 对凯撒怎么样 不忠是不是 你是想起来背叛吗 听懂意思吗 所以 他那个 在 那个罗马的法庭里面 被定的 被判的是 这个叛逆 不管是对于神 或是对该撒 那个 这个该撒皇帝 无论触犯谁 就是对于律法 或是秩序都带来混乱 哇 这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 一定要把它除掉 一定要除掉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接下来就一连串的 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过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 来看三个角色 三个角色 第一个是 这个罗马 巡抚 比拉多 对不对 可能你会问说 不对啊 牧师啊 耶稣被定时驾 最直接的是谁 罗马兵定 他们去执行 他们把 把耶稣定死 可是其实罗马兵定 他们 最多就是在 法院前有个戏弄 他们 他 圣经也没有讲太多 因为他只是执行什么 命令嘛 这个兵丁去把它处死 是 是 那个 上面 上面的命令 所以呢 圣经对这个比拉多 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认为 这个比拉多 要负责任 所以呢 我们来看 比拉多 他其实知道 耶稣是没有犯罪的 对不对 你们看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他说我查不出 这个人有 有罪 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 所以其实呢 比拉多是想要放耶稣一马 可是他又 讨好犹太人 怕他们 对这件事情 他不能平息 知道意思 所以他很挣扎 坦白讲 他是现在什么 两难当中 结果他想了好几个方法 如果你注意看 他想了至少四个方法 想要让自己 好过一点 第一个是什么呢 耶稣他本身 不是加利利人吗 那送给西律王去审就好了吧 推出去 跟我没有关系 听懂我意思吗 结果西律王还没有审 又把他送回来了 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他想说 这样子就没事了 结果还不行 第二个呢 他尝试妥协 就说 我要折打他 把他释放了 看看 看一看 是不是如果把耶稣鞭打一下 也许犹太人就说 这样可以了 算了 算了 结果看起来犹太人 好像还没有这样就过了 是不是这样 然后第三个呢 他想到一个东西 雨夜节的时候固定都会特色一个囚犯 对不对 所以也许他们会选耶稣 放了 那就没事了 反正每到这个节期都要释放一个人 是不是这样 结果 他们有没有选耶稣 他们选谁 巴拉巴 他们说要放一个杀人犯 巴拉巴 结果还是要定耶稣 是不是这样 那最后一个呢 他用了什么方式表达 对 他说 那我 其实真的不是我了 我洗手 这件事跟我什么样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罪不在我 这个流这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可是其实他讲完咒 他就 手还没有干 他就 把耶稣交给人 去定十字架 也是他下的命令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比拉多的良心 跟他的理性 一直在打架 就是他的良心 当然认为耶稣是无辜的 耶稣是公正的 是不是这样 可是呢 他理性的声音 是在想 我只能够坚持 他是公正的 他是无辜的 要是 这个 违背了百姓的意思 怎么办 如果犹太的首领 他们被激怒了 怎么办 如果他们发动了 暴动 那皇帝不太高兴 那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听懂我意思 他可能想很多很多 所以他的良心 被他理性的 那个恐惧淹没了 那 可能我们会 很容易 指责比拉多 可是坦白讲 我们自己怎么样 也常常 有可能有这样的弯曲的行为 我列了几个 从比拉多身上 我们看到了 推卸责任 还有什么 比较弱 妥协 有没有这样 还有什么 表里不一的情况 事实上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有时候呢 在家庭里面 我也听到先生说 对着太太讲 你有没有看见 举例讲小强好了 小强刚才讲话 那个态度 什么态度 你要好好地管教你的孩子 你的儿子 可能会这样讲 管教你的儿子 可能这样 这样讲完之后 再来夫妻可能就会有些冲突 那因为有些先生的观念是我负责外面的 负责外面打拼赚钱 那家庭的这个事物 或是一些教育的问题 由妈妈来管 妈妈来管 那事实上我们 教会常常强调这个家庭祭坛 对不对 就是要祷告祭坛 一起来祷告 让上帝做我们一家之主 而上帝是设立 爸爸就是弟兄 做一家之主 有一句话 在爸爸学校 我们常常喊的什么样 爸爸活过来 家就活了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弟兄在家庭里面 扛起这个什么 属灵的责任 那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就需要悔改 因为真的有一段时间 好长一段时间 我跟佩颖 就是 那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要一起祷告 对不对 可是我有时候会跟她讲说 我 我其实 我喜欢自己祷告 听懂我意思吗 我喜欢 这个 这个读经 祷告 我一个人比较 自由一点 然后呢 我的坐骑时间 跟你的坐骑时间 有时候不容易配合 也有时候不一定能够 这样瞧的刚刚好 所以这样子有一段时间 就一直没有 那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对整个教会来讲 因着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祷告 更多的 我设立这个家庭祭坛 或是为 为同工来祷告 其实我自己也被神光照 那我就失去了这个 为父的心的 这一个角色 听懂我意思吗 在教会里面 我就是一个为父的心 在属灵里面 为很多同工祷告 为了很多家庭的弟兄祷告 为了爸爸祷告 为了丈夫祷告 可是如果我在这件 祷告祭坛上 我忽略了没有去更多的合一 在祷告的时候 我自己就被光照 我真的是让教会受了 很大的亏损 那感谢主 那这段时间 我更多的 因着 那个跟佩云师母 一起就恢复在家庭祷告祭坛 那有时候我们就在和题 或是说在散步的时候 一边走一边 两个人一起祷告 那我经历到很多启示 或是有一些信心 会在那个为那些困难祷告的时候 会有一个信心升起来 会知道怎么样去做 会有那个勇气 或是说会有一些 怎么解决的一些智慧 会下来 那我其实这个事情真的要经历的 就是当你觉得很棒的时候 你就会持续 所以大概有一段时间 甚至一个月以上两个月 我们现在其实是很享受 很享受在一起祷告的那个经历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在我们当中 坐爸爸的举手好吗 坐爸爸 坐先生的 好 让我们一起 要扛起属灵责任 Amen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因为这个世代 社会的问题常常透过媒体 新闻报道出来 可是呢 我们大部分有时候 民众就在一个抱怨的里头 但是国家层次是教会的责任 那教会在基督徒本身 也应该有责任 基督徒的责任应该起来 那上个礼拜三 不是文山区的联导会吗 那我就听到有一个医牧师 他来分享 他说其实呢 这个整个台北市教会 教会在一起呢 为城市祷告 那发生了一些改变 他说之前呢 你们知道1月初 本来有一对同志 他要向护证事务所 申请结婚登记 你们知道 之前有一对同志 要向护证事务所 申请结婚登记 但是遭到这个拒绝 他们就向台北高院 提起行政诉讼 那本来要申请大法官释线 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 等着大法官释线 结果他说他们教会 在台北市的那个联导会里面 非常的认真地为这件事祷告 后来他们主动提出撤告 意思就是说就不这样告了 停下来 另外你知道3月19号 新任的教宗 是不是中南美洲的那个阿根廷的 这个方济各一世 对不对 那他本身呢 他也是追随这个盛方济的那种 与贫穷的人在一起的那种精神 比较清明的作风 那另外他对传统家庭婚姻的那个价值观是很坚持的 意思就是说他是反对这个堕胎 反对同性恋等等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 能够兴起一个新的天主教的教宗 所以神设领不论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那里就有什么 影响力 应该要举取圣洁的时候 什么 祷告 在公司里面 我就是祭司的 就应该可以为公司 你觉得看到不好的事情 你就是可以为公司祷告 当你祷告的时候 就是扛起什么 责任 让上帝运行在那里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是很棒的事 是神呼召我们这么做 彼拉多 你看圣经怎么讲 路加观察到 他讲这句话 他们的声音就什么 得胜了 彼拉多照他们所求的什么 定案 把耶稣交给他们 认凭他们的意思行 所以彼拉多向世界的控告 无理的要求 软弱的臣服了 我很深的感受到一点 就是说 如果基督徒 把灯放在斗底下 不让它照出来 或是 盐 本来我们应该是盐 对不对 没有味道 任凭 家庭社会 城市 如果堕落沉沦 事实上是 我们没有扛台 那个基督徒光颜的角色 听懂意思吗 所以刚才听到怡君 做见证 他们在政大怎么样 盈光团契 唱诗歌 或是进行一些 纳玛下乡 一些服饰 事实上盐跟光是基督徒应该要扛起来的责任 当我们放弃的时候就任凭 世界很多的声音继续进行 听懂意思吗 我们就妥协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罪 如果我们没有扛起 祭司的角色 让神的光可以照出来 那也是一个罪 求神怜悯我们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大祭司呢 他 这个的部分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彼拉多其实呢 他 他要面对这个两难 他可能也不太喜欢 是因为犹太的祭司长怎么样 把耶稣送过来 对不对 所以呢 耶稣对彼拉多说 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 罪更重了 那大家那个指的是 该亚法 那一年做大祭司的是谁 该亚法 但是其实讲 连整个工会也都是这样 甚至是百姓 其实是不是也是把 那个 说定他十字架了 其实在 五天前 耶稣奇遇进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群众还 夹到欢呼 有没有 和撒那 哇 这个凤鼠才应当成熟 那时候还非常欢呼 可是几天之后 变得 大声喊说定他十字架了 百姓 你知道吗 事实上这一群 其实本身呢 也都 是在当中 那事实上 耶稣一出来的时候 就让当权者 其实非常不高兴 他是个拉比 但是他也没有读神学院 对不对 那就一路上受到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百姓的一个拥戴 那事实上他常常 你会发现 跟坏名声的妓女 跟税吏在一起 对不对 那礼拜天呢 安息日还去 还去医治病人 做了很多好像违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很坚持着律法的事情 让他们很气 更重要是他们不看重法利赛人 和那些文师他们的地位 你看到他耶稣讲过哪些话 他说他们是瞎子什么 领瞎子 还有是粉饰的墙 这个假冒为善 等等 有没有 所以他们一定很气 一定很气 对这个 对宗教领袖 这么 这么不尊重 所以我想 这个 对他们来讲 一方面对他造成威胁 一方面 他又说 他与神的关系特别好 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觉得也是亵渎神 但是如果我们安静想想 其实祭司长 你觉得他里头最深的那一份是什么东西 对耶稣为什么想把他除掉 有人讲到了 圣经有写怎么样 因为他们嫉妒怎么样 才把他解过来 所以其实 祭司长他心中有什么 嫉妒 那嫉妒的背后 其实通常都有骄傲在里头 骄傲在里头 因为他们的国家 那跟上帝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有很好的特别的关系 那宗教的领袖 又是领导这个国家的 所以他们有特别的权柄 所以他们觉得备受耶稣的威胁 在这当中 耶稣使他们的声望 使他们的这个掌握 自信跟自尊 都受到贬 贬义 都受到打击 那事实上呢 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的人 这个时代的人 也很多时候 受这样的态度的影响 因为有时候 耶稣好像是一个 超级的干扰 干扰我们的生命 跳进来就是要搅动一下 好像 我们这平静的生活 他好像就是要进来 要我们 那种 我私人的地方 他也希望能够来 有一些要求 要我们顺服 或是要挑战我们 耶稣你不能管你自己的事就好了 你放我一马吧 可是他就是要冲进来 让你感觉到好像被受威胁 你懂我意思吗 有没有有些时候 你会觉得 我好像有一块空间 耶稣你不要来管我这个范围里面的 可是耶稣好像就是要闯进去 他就是说我要做王 也许对 祭司长他们觉得 很被打扰 很受威胁 听懂我意思吗 好 那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他很想把它除掉 这是我刚刚提的部分 那我就提几个这方面的应用 参加小组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好像一个属灵的第二个家 第二个家 但是一群人要委身在一个小组当中 罪人跟罪人在一起 要相处是不太容易的 坦白讲 彼此要能同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家个性不一样 那我以前在青虫的时候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 比较这个另类 应该算是边缘青少年 有一个青少年叫小鸡 他来到教会 外号啦 那他比较冲动 比较 比较暴躁一点 那所以他就会有时候会去斗别人 但是他其实跳舞系 就舞蹈细胞不错 所以他很喜欢 喜欢这个这方面 那事实上他是我们的辅导 有位辅导哥哥 他在街上真的是有真的是 把他带回来 你知道吗 他爱心的辅导他 后来找他带到青年牧区来 来聚会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其实很像浪子回头 那辅导就会特别包容他 那他喜欢跳舞 就让他有时候也有机会 弄个跳舞的那样的一个表演 那有一天我居然听到一个基督徒的学生 他说一句话 他说哇 小鸡来了 哇这个在班上呢 学校里头 跟他同一班呢 就已经够烦了 我已经很容忍他了 怎么教会还要遇到他 那教会还要遇他 有够倒霉的 还要一起服事 很简单 只有一个办法 如果他来 我就去别的教会 你知道 我真的那时候碰到一个基督徒学生 他就这样讲 那这是 那这是一个 很大挑战你懂吗 因为他觉得他在学校 没办法跟他同一班 那就算了 在教会还要碰到他 他可以选择他很想要离开 因为他他个性比较 就是他会比较 本人比较躁动一点 那所以呢 求神光照 我们在小组当中呢 会不会有 有没有一些 其实你可能觉得不太对盘的人 这个有些人讲话 好像不太尊重我 以至于我真希望他如果没有来多好 那 我想应该不太容易有 但是求神联名我们 这是愿意能够在一起 能够真的在一个小组当中 能够学习合一 一起往前走 那另外呢 我在反省在这一方面 祭司长的这个骄傲的时候呢 我自己有几点被触动到 就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悔改 那我也让你们可以看一看 那这方面你可以思考一下 在你的生命里头 也没有一些好像是骄傲的影子 其实它是藏在角落里面的 但是你不一定那么觉得 它好像很明显的让你观察到 几个现象 你可以被别人说或是指证 甚至有时候是顶撞你吗 还蛮想有时候我们会去 刺一下有没有 会受伤 很想反击的 你的生活可以被打乱 为着服事别人的需要 你可以被打乱吗 你可以不在乎别人的肯定 默默为耶稣而坐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吗 你可以欣赏不同个性 与你差异很大的同工吗 就是 能不能一起在一个团队里面来服事 你可以顺服权柄 即使你觉得这明明不太聪明的事情 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决策 你可以愿意顺服权柄吗 你可以被要求 特别是那些你很不想做的事情 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可以被要求学习去做吗 我相信 很多时候这些点 可能会碰到我们里头 那个伤害被刺到的那种感觉 你就很想起来防卫 甚至可能像那个彼得就拿个刀把 那个大气的耳朵 仆人就把他砍下去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榜样是什么呢 他被骂不怀恐 受害不说 威吓的话 他好像 待宰的羔羊 默默无声 来走到这个十字架的上面 为着我们的罪 他愿意往前走 求神光照我们 在这背后 在这些事情里面 也许就是有一些 骄傲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很想护卫他 甚至会想把耶稣除掉的 那个动力 愿神来光照我们 那最后一个提到的是 犹大 犹大 耶稣的门徒 犹大 祭司长开始要 这个来 抓耶稣 之前是因为透过什么 门徒 有一个叫犹大的 把耶稣交给 祭司长 对不对 交给 其实这里不仅是讲交 而是卖 还有一个是出卖 所以受难节前的礼拜 是现在都会讲说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 被卖 坦白讲 他是被卖 那犹大就叫做 卖耶稣的犹大 卖耶稣的犹大 那十二个门徒 你只要看马太马可路加 哪一卷写 排行 只要他写说 有哪十二个门徒 加瑞人 犹大 一定都写在什么 在下面 你去看 怎么样的 哪一卷书写 他都是第十二个 加瑞人 犹大 在那里面 事实上 有些人会讲说 牧师啊 那圣经预言 本来就是会 这个 犹大会出卖耶稣啊 他应该没什么责任吧 总是要有一个人来 可是其实 他有自由意志 他必须要为他的 行为负责任 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他可以做决定 特别是 逾越节的晚餐 大家有没有印象 耶稣还特别拿一块饼说 那个他提示他有没有 卖我的人 他就拿个饼给他 做暗号有没有 可是 犹大他拿了还是继续做他要做的事 等于说又给他一个警告了 是不是这样 更讽事的时候 你知道最后 他带的那个官兵来 犹太的祭司来 用什么记号 最后用清耶稣的嘴 还做个暗号卖耶稣 哇 那个心都碎了 对 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的门徒 做出一个出卖背叛的动作 在这个当中 所以我们会去想说 犹大那个背后 犹太背后那个 那个动机 就是那个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要把耶稣卖了 事实上呢 犹大在这个使徒群中 他的工作是私库 他的工作是私库 那有一个事件 大家要先了解 就是到 在耶稣被卖的前六天 耶稣来到博大你的家 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一个玛利亚 他拿了一罐怎么样 香膏 珍贵的拿达香膏怎么样 整瓶都把他倒破 告耶稣 有没有 然后这时候 犹大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其实很怀疑 不屑的说 哇好浪费哦 有没有 对 他说简直太奢华了 如果这个香膏拿去卖 可以卖到一年的工资 来帮助穷人 你听懂意思 可以卖一年的工资来帮助穷人 有没有 他讲这样话 那事实上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爱心 在关心穷人 其实不是 你看圣经怎么讲 好我们来读 他说什么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什么 贼 还有带着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 他是个贼 他上次是私库 他是私库 然后呢 他不是挂念穷人 因为他有本来可以更多有机会在那个公共款上抽取一些 所以现在比较没有机会 这边有讲到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 这一个玛利亚告耶稣的事情完之后 他就开始跑到祭司长那边跟他讲说 你看喔 他就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然后跟他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 最后讲好了就是什么 三十 讲银子 就是三十 三十 所以呢 三十块钱 其实呢 在当时只是一个赎回一个普通奴隶的钱 你知道 一个奴隶要被赎回来 那个价值就是三十块钱 奴隶 所以你知道耶稣 跟 你看这件事 玛利亚是这么慷慨 为耶稣到个地步 把一年的工资都给他 什么 就是把他倒下去的 听懂我意思吗 可是犹大是为了 只是他的三分之一的价值喔 大概三十块钱是 一个奴隶如果把他赎回来的那个 耶稣就只值的一个奴隶这样子 他就把他把耶稣卖掉了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很清楚的在这里知道 犹大的问题是什么 贪财 其实就是钱的问题喔 贪财 耶稣告诫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那保罗也告诉我们 钱财是万恶之根 对不对 钱财是万恶之根 因为有人为了追求物质 真的是到个地步 会堕落到无可自拔的地步 如果一个法官 审判官 他如果收受贿赂的话 有可能就是会 网区正直 对不对 网区正直 那一个商人 他如果为了夺取利益 他可能会 私下有一些 这个案盘的生意 破坏他人的生意 是不是可以在当中 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利益 对不对 那教会如果宗教界 牧师 这个把教会变成一个大企业 也有可能在当中 会有很多的试探诱惑 那这个 耶稣说 我们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 马拿 马门 所以 犹大选择的金钱 那盼望我们不是 能够在金钱这件事上 出卖耶稣 那我就讲几个例子 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学习什么 这边讲到犹大 这个贪财的部分 第一个呢 我特别提到的是 十一奉献是我们当纳的 将属神的贵于神 我们读一下这个 马拉基书这节经文好不好 预备来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贡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 先知 马拉基 他责备 则被以色列人说 你们这边偷上帝的东西 你们怎么偷了上帝的东西 他们说 我们哪里有偷上帝的东西 他说 我们哪里有偷上帝的东西 他说 你在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贡物呢 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 就是偷上帝的东西 因为一直以来 以色列人 知道 他们的农作物要出产 事实上需要 整个大自然的环境 对不对 还有那个农作物能长得好 事实上都是要 上帝眷顾他们 照顾他们才有可能 中国人讲说 看天什么 吃饭 就是说 像现在比较没有水 对不对 我们水库没有水 大概就灌溉 更快就出问题 所以早上下雨也不错了 现在这阵子比较 好像又没下在水库 还是太少 所以事实上 他们 很早就知道说 要感恩 所以呢 农作物收成的时候 每十份的 当中要一份拿去 怎么样 奉献给上帝 他们这个牧养的牛跟羊 每十只 都要有一只 怎么样 奉献给上帝 所以他们很知道 在这个原则里面 这是最早最早 这个十一奉献的概念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了 所以呢 把属神的 归给神 这是当纳的 不是选项 求主帮助我们 真知道 这是我们应该要竭力 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把属神的 归给神 那另外一个呢 特别提到说 这个上帝 对于穷人 有这个给我们 有一个救助的 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我跟大家讲 即使不是基督徒 都知道要行善 你同意吗 你知道 在刚刚过311 针对日本的海啸 台湾总共奉献了 就是捐献了 200亿日元 远远超过美国 还其他国家 台湾的爱心 不论是不是基督徒 都知道可以怎么样 这样的摆出去 为了别人的需要 很甘愿的 很甘愿的付出的 那事实上 针对基督徒 神更是期待我们 如果在我们住的灵社 我们这个木榨区 如果你还听到有贫困的 有需要的 或是在教会当中 我们看到有软弱 没有工作 需要扶持 需要一些帮助的 真是应该我们 求神给我们一个 连续孤儿寡妇的心 看到有穷乏的 可以成为一个出口 让上帝的资源 能够进到那里面去 那我特别觉得 神恩待木榨林良堂 所以我们在金钱上 应该是神是 丰富赐给我们的 我们在宣教的需要 跟慈慧的施工上 应该可以更多的 摆上更多付出才是 那感谢主 那你看今天我就看到 这个晨晶小组 他们在卖 义卖豆干 我想他们也是 愿意在这个 平息里面的施工里面 他们也许不一定有时间 实际第一线去参与 可是他们觉得 如果能够 能够义卖一些金钱 帮助那边的百姓 也是非常好 另外我也知道 有一位姐妹 她奉献了 124份的周历 她也说要给 十分国小 或是 那边的 这个 有三个国小 他们的需要 给他们这样 那我们 这两个礼拜 不是还继续在推 基督徒护原会 第三世界的宣教机构 宣教士 本土宣教士 那求主使我们 在这几周 也更多在祷告里面 看怎么样来回应神 帮助那边 需要的单位 能够一起 能够参与在当中 好 那最后我提到 整个福音书 把这个 耶稣被定十字架的责任 基本上 是放在 比拉多 放在 祭司长 和犹大 对不对 那 首先呢 你看 犹大把他交给什么 祭司 他是出于贪财 那祭司 把耶稣交给比拉多 是出于什么 嫉妒 比拉多 把耶稣交给士兵 是出于什么 懦弱 懦弱 那他们把耶稣 钉上的十字架 不知道怎么搞的 好像当我们看到 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好像本人 会想要帮他们 找借口 哎呀 其实他有他的原因 也不能 不能真的这样怪他们 我想可能是因为 在他们的身上 可能也看到 我们自己的影子 在里面 阿们 也许有看到 我们自己的影子 但是我要讲 今天呢 如果 今天有一种叫 反散族主义 你们有听过吗 就是 就是 把这责任都归给 犹太人 就说 耶稣被 死掉是 那个犹太人 他们干的 所以呢 就是 有一个叫 反散族主义的 这样的说法 其实责怪犹太人 定死耶稣基督 是现在最不流行的说法 因为这是讲不通的 因为如果当时 我也在场的话 我很可能也会做 跟他们做的事情怎么样 一样 因为我们一定也在当中 有份 如果我当时 是像犹大一样 很可能我也会 因着贪财 我会出卖了耶稣 如果我当时 我是像祭司长一样 我也可能会 出于嫉妒 我可能会想 把他出卖掉 那如果我是彼拉多的话 我很可能也会 因着弱弱 会把这个 耶稣 这个定死是这样 所以有一首 黑人古老的灵歌 他是这样的唱 他的歌词是这样 我主耶稣被定的时候 你在那里吗 你有没有在那里 那我相信 我们必须要回答 是的 我们也在场 不仅我们在场 我们不仅在旁边观看 而且我们亲身的什么 参与 而且我们很可能 在那边一起来设计 一起 参与这个行动 而且一起讨价还价 一起把他交给 人定十字架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除非我们愿意 承认在十字架的罪上有份 我才能够宣称 我们在耶稣的恩典中 也有份 阿们 你跟你旁边讲 来 除非我们 承认在十字架上的罪上有份 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 是我们的罪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可是呢 另外一个角度呢 其实耶稣也是 上十字架他是自愿的 另外一个角度 坦白讲耶稣是自愿的 因为好牧人 喂养什么 舍命 所以其实 他也是因着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耶稣基督愿意降服 他愿意顺服 所以他就背起十字架 把你我的罪 扛在他的身上 愿意为我们的罪 付上那个代价 为了除掉我们的罪 他是一个代价的羔羊 赎罪的羔羊 为了把我们身上的罪 远远的挪去 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 旁旁我们今天呢 有这段的经文 这些默想 这些思想 我们更多的能够 来回应神 那我想我们 我有一个感动 我们不是只有说 觉得好像觉得 觉得 为自己的罪扎心懊悔 我们应该要长出新的行动 新的行动 愿意改过 长出新的行动来 回应神 不再犯罪 那包括说 扛起基督徒的光炎责任 对不对 我刚刚提到 不推卸 爸爸在家里 就是一个属灵的角色 那 这个 我们应该 举起圣洁的手 常常祷告 我们就 不会 再变成软弱的 比拉多 听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应该要发挥 这个光跟炎的一个责任 那第二个 我们试着在小组中跟同事 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一起配他 同心合意 好 我们也许会觉得不舒服 好像有一些压力 压迫 可是呢 我们愿意 能够谦卑的 跟我们的同伴一起来敬拜神 那最后一个提到 我们愿意在金钱上 摆上十一奉献 跟慈慧奉献在神的面前 那我们也盼望下个礼拜 在复活节的当天 我们可以邀请朋友 一起来领受耶稣的爱 耶稣这位罪人 那个饶恕赦罪的大爱 好 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改变 跟这个能力 阿们 好 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叫赎罪羔羊 我们要来回应神 我们要来透过这首诗歌 我们要来结束今天的聚会 但是我盼望 今天这些经文 能够成为你我更深的一个思考 更多的 把自己 放在神的光里面 愿神光照我的内心 有没有 这几方面的 罪仍然在我里头 捆绑我 愿神能够 今天使我们 愿意把 认罪悔改 而且能重新在主里面 有一个新的回应 有一个新的回应 在神面前 六五五四诗歌 六五四诗歌 四诗歌 五四诗歌 和歌唱 五四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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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赎回我破坏的生命 你说 难道是我的忧望 你说 背负是我的痛苦 你将我一生罪孽 全都归自己身上 是我生命与你们的结极 虽然受苦 你却这么不说过 神的儿子为我不求自己 无始因子 将你留在释迦上 是你无边无际 终活高深的安 你受信放 我得向平安 你受编长 我得早已知 因为你 标准的血 让我无悔前世纪 过得你过犯 你寄离我远去 因为你 标准的血 让我无悔前世纪 未经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